行宝银 60岁 离异 退休金3200元 住房面积40平米 居住地四平市 伊通县 你这位总共多少钱 四十 四十五平 这都是一只一条 闲的时候就拖一遍没啥事 退休了在家 一常起来手上手上 断断断跑步 以前我开出租车 这不是哪 使用没开始不干 就是我在上车上 要退休以后 我去住宵了 上车上到起来 我到起来我还干 跟邢大哥的交谈中 弘娘了解到 他在一个月前刚刚退休 每个月能有 三千二百块钱的退休金 大哥说 自己是一名老司机的 这辈子别的活没干过 开车是自己 正儿八经的老本行 早些年 大哥是开大车的 以前我做 这一桶就是梁上系统 梁库来的 给单位我们梁库 那我开销往车 99年 我后期单位不开这一楼 我就签河了就出去了 出去了 那给别人开车去了 就是那长的货车 就拉货呢 反正是干了一倍的老司机 开车 就是你东西一块都没干过 你就开车行 躺来起来 然后上我们出大车下 一整一宿 最低开六小时 一整完了四五小时起来 再开迷糊糊的 后期四十大过五岁 以后上下车就笨了 让自己完全是买个车在 但是没有出车 下我们就出租 大姐过后那时候问我 说你住哪个小区来得这么快 我说就在旁边 大姐说 这不能见过吧 那小区人都一般 没有专门接受 一般都不属于做 我姓邓 叫啥名字啊 我叫邓宝银 那个我姓林 我叫林雅清 行大哥与林大姐 演员还可以 行大哥与林大姐见面后 彼此对于对方的演员都挺好 接下来林大姐直接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菜 想要在行大哥面前展示展示自己的厨艺 炖个小鸡 完了 买个猪舌头炒金椒 玩玩黄瓜炒鸡蛋得做一菜 四个菜 四个菜 那我给你切黄瓜 行 我以为这就这黄瓜在家 我从来没切 我头一次切 我就等炖菜 我不会炒蛋 看下挺傻的 在厨房忙完之后 行大哥和林大姐都坐到了饭桌上 两个人边吃边聊 气氛一直都不错 但在接下来 现场却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你那边就离后运用了 买起来 你买收 好 相亲途中 林大姐突然起身离坐 静止走向了自家的卫生间 就在大家都满头雾水的时候 卫生间里传来了一阵声音 原来林大姐因为早上吃坏了东西 所以现在这胃里就翻江倒海的 大姐说自己即使一直都在强忍着 但最终还是没忍住 这一小插曲过后 大哥大姐又继续了两人之间的聊天 那你属于是在社会上 就是买社保了是什么事 我自己买社保 刚才问他们这个那啥 我说你问有社保没有 这你有 你开一千多 你就开两千块钱 过家也不能值你的钱 对不对 这只是你自己心当中宽一点 回到座位后的林大姐 明显状态不佳 但一旁的邢大哥好像没有觉察到 而且在接下来 更是对大姐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我最近就是找 老门急性人 有啥也要说 通过咱们一见 前面看了人 表面也是挺开朗 也是挺好的 咱俩要是有这缘分 要是能成了更好了 都对咱也得出处以后 这事不是说干啥东西 这不是找一事 咱们离他不远 反正就是你该照顾老爷 照顾老爷都要闲 等以后说你照我大连 照我弄的时候 我瞅瞅 不想不想 我啥才了解 家人进一步 对不对 面对邢大哥的告白 林大姐的表情并不明朗 大姐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想法呢 你问我想啥 要这么想 我就后半生 跟这些生活 好像 好像 好像不是我要找的 也挑出的什么毛衣 就是我就还是没遇到对的人 其实这种感觉 我们俩呢 就是 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意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